新年过后,复理厢长带头进行了复南村的扫街活动 这是过年之后第一场 打扫过程中发现民众释放烟火的炮烛残留物都留在地上了 因此特别提醒民众要发挥公德心 要自行清理因为释放烟火制造的垃圾来维护家园清净环境 复南村扫街活动由复理厢长带头打造整洁的社区 这次扫街是年节过后的第一场次 在打扫过程当中发现地上有许多民众释放烟火的爆竹残留垃圾 呼吁民众能够发挥公德心 自行清理因释放烟火所制造的垃圾 维护周遭的整洁环境 让复理厢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竭尽美丽的乡镇 复南村是去年第二次办理扫街活动 与上次相比 环境相对整洁 向上感谢村长以及社区民众的用心维护 希望借由扫街活动 激起民众对自己居住环境的爱护跟功德心 并且创造一个更加整洁 美好的生活空间 记者高雙雙福利箱采访报道